突然紅到全世界了 日本的搞笑藝人Pico太郎 今天在社群網站宣布 下個禮拜五要來到台灣 三天兩夜要到夜店開唱 讓大家感受一下 他的舞台魅力 可你知道PPAP 原來他有前傳版嗎 17年前就出現了 這是現在的Pico太郎 這是17年前的他 當時跟兩個朋友 組成了一個搞笑團體 而且跳體操舞 可是因為當時真的沒有紅 就解散了 可沒有想到 後來就衍生出了 現在最紅的PPAP 43歲的他算一算 有來出道20年了 PuPuPiD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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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l誕生 PuPuPiMajorZaNel